十逢党的百年华诞,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庆祝的氛围里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,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祝福党的生日。 打工人王一博最近可真是忙碌的脚步停歇,转场在各个庆祝晚会的现场,与以往舞台表演不同的是,这次你可能要用显微镜寻找酷盖王一博。 在众星云集的舞台上,人头攒动,真的是很难分辨清楚谁是谁,这部,眼尖的粉丝已经发现了一博的位置,虽然是一张模糊的图片,但也能让粉丝开心半天,王一博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央视的舞台了,细心的网友记载,一博可是登上过央视一,央视三,央视五,央视六,央视十三的世人呢。 最近又出现在了庆祝晚会的舞台,接连两次出现在新闻联播里,与以往的画风相比,最近的画面却是很惊奇。 网友感叹,一博这个正主没有时间出来营业,一博也能自娱自乐,习惯了高清状态下的舞台秀,突然转变画风。 有点怀疑这个乱入TFBOY的少年是不是自家的宰宰,不过这个自信的模样,稳健的台风,有张力的表演,不是一博又能是谁呢?老天爷赏饭吃的人,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 专业能力强硬的王一博,与王俊凯,王源组成的新三王组合,在舞台上唱跳俱佳,用自己专业的表演庆祝党的生日,也真的是赏心悦目。 新一代青年人,就应该突破原有束缚,具有创新精神,这样的组合不仅带来了新感觉,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,带来了新的可能。 最近的两次大型活动,一博都参与其中,做事认真,较真的一博,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,就算是站在人群中,他也可以是最闪亮的那颗星。 不善言辞,乖巧的一博在这样盛大的晚会上,也备受感染,难得主动要求留影纪念, 要将这荣耀的一刻记录下来,笔直的君子,占的也是分外圈粉,在这浓厚的氛围之下,怎么能不共情呢?